姑姑,我求求你,你不要杀过人 小龙女修炼了玉女心经,受了重伤,知道命不久矣 为了不违背对孙婆婆的承诺,决定杀了杨过 孙婆婆临死前曾恳求小龙女,要她照顾杨过一生一世 小龙女要杀杨过,也只是不让她孤苦伶仃地活在世上 这便是所谓的一生一世的照顾 杨过大好年华,外面的花花世界还没玩够 对死亡充满了深深的恐惧,不像小龙女那样心如止水 但作为徒弟,她不会出手反抗自己的姑姑 祈怜之下只能闭目等死 就在这时,小龙女突然伤痛难惊,眼前发黑,瘫软在地上 姑姑,听你原谅过儿,过儿不想死 杨过死里逃生,奔出古墓,害怕小龙女追来 一口气奔出三千米,肚子饿得姑姑直叫,抓了一只蛤蟆 正生活考时,一个身穿姓黄道袍的年轻道姑前来问路 正是红铃波 杨过心中牵挂小龙女,漫不经心地指路给她 红铃波突然立声质问 我问你,你干嘛看都不看我一眼,我的脸很难看吗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红铃波虽然是个倒姑,但自负美貌 见杨过不正眼瞧自己,不免有些生气 杨过以为红铃波是全真教孙伯二的弟子 怕他不怀好意,故意装傻 红铃波见杨过是个傻小子 给了他一定大银子,让杨过带他上中南山 杨过摇头咀嚼 红铃波直接拧住他的耳朵 还让杨过叫他仙姑 为了不暴露身份,杨过只能装傻冲愣,带他上山 从这段剧情来看 红铃波又是给银子又是拧耳朵 透着几分可爱 他的身上没有杀戮之气 如果换作李莫愁 面对杨过的不配合 恐怕早就落手无情了 杨过将红铃波带到岔路口 红铃波却舍弃去玄真教的路 而是往古墓方向走去 这个倒姑分明就是想去活死人墓 杨过感到事情不妙 只能继续装傻跟着他 到了活死人墓 红铃波惊喜地发现墓门是打开的 杨过心中暗暗叫苦 都怪自己逃出来的时候 忘记关了墓门 才让红铃波有机可乘 红铃波第一次来古墓 心中不免有些害怕 推着杨过一起进入古墓 杨过的演技十分到位 表现得哆嗦害怕 红铃波的话是许多女生最爱说的话 总是以你是不是男人来恶心男人 然而红铃波可能忘记了 此时的杨过只是一个傻小子 而他才是有武力值的那个人 不过面对古墓这种 听起来就很恐怖的场景 红铃波的少女心是忐忑不安的 她需要一个保护她的英雄 只可惜金庸没有给她这个机会 红铃波进入古墓 见小龙女一身白衣 侧身而握 立刻躬身行礼 小龙女摁了一声 轻轻转身过来 红铃波陡然见到 小龙女秀丽绝俗的容颜 大吃一惊 红铃波对自己的容貌向来自负 此刻见到小龙女 不由得自残行贿 小龙女从红铃波对自己的称呼上 知道她是李莫愁的弟子 小龙女让她即刻退出古墓 别说是红铃波 就算是李莫愁本人 也是不能进入古墓的 红铃波见小龙女满脸病容 嘴角上沾着血迹 显然身受重伤 突然拔出手中长剑 逼小龙女交出玉女心惊 眼见长剑就要刺出 杨过躲在石门之后 一颗心几乎从胸腔中跳出来 突然飞身向前 使出葵花点血手 点了红铃波背后的两处穴道 红铃波做梦也没有想到 她口中的傻小子 竟有一身上乘的武功 姑姑 你没事吧 都是怪过而不懂事 姑姑你身受重伤 我反而离你而去 制服红铃波后 杨过急忙扑在小龙女身前 眼中满是关怀之色 杨过的话还没说完 小龙女就让她赶紧关闭墓门 以防李莫愁进来 就在此时 一声长啸传来 李莫愁人为道 生先道 三千浮沉丝 如一把利刃飞入古墓 杨过徒手拆招 极个华丽的转身 连破李莫愁的浮沉 李莫愁十分震惊 师妹 这个臭男人是谁 居然懂得我们古墓派的武功 李莫愁震惊的 不是杨过会古墓派的武功 而是古墓派中 居然有臭男人 因为凌朝英早有疑讯 活死人墓中 是不可以有臭男人的 当即日问小龙女 为何破坏门规 大美人 你忘了我了吗 杨过剑是故人来访 嬉皮笑脸 就如当年那般 再一次夸赞李莫愁长得漂亮 似乎在说 李莫愁 你忘了吗 我还抱过你呢 李莫愁定睛一看 这不正是当年 搂住自己牵牵细腰 不松手的臭小子吗 想不到几年不见 竟然变得这般英俊 见李莫愁闯入古墓 小龙女知道不是她的对手 急忙换来杨过 告诉她密室的机关 杨过假意拜见李莫愁 然后按下机关 跳上床去 石床顿时往下坠落 转眼间 杨过和小龙女 消失得无影无踪 李莫愁一惊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两人从眼 这让李莫愁一直耿耿于怀 此刻 师徒被亏一事 红灵波明显要倒霉 你处心积虑 偷偷跑到活死人墓 你以为我不知道 这次我所以准你单独出门远行 是想试探一下你 原来 她以为《御女心经》是一本书 其实是刻在石石中的壁画 李莫愁闯入古墓 小龙女决定放下断龙石 将她困死墓中 不过在放下断龙石之前 她要放杨过自由 因为杨过是那么喜爱 外面的花花世界 虽然小龙女曾经答应过孙婆婆 要照顾杨过一生一世 但是杨过已经能打败 全真教的臭道士 还能骗过红灵波 再也不需要她的照顾 但是杨过却意外地拒绝了 姑姑 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 要走的话 你跟过儿一块走 杨过之前是那样的怕死 甚至舍弃小龙女逃出古墓 可正是这次出逃 让杨过明白 心中最牵挂的 还是小龙女 尤其回来时 看到小龙女 楚楚可怜的样子 她下定决心 从此守护小龙女 因为自从败入古墓派后 是小龙女教她武功 照顾她 除了小龙女 天下间再也没有人 对她这么好 一个是冰破银针 一个是御风针 分别传授给两人 李莫愁判出世门后 将冰破银针 修炼得出身入化 而御风针细如毛发 更胜冰破银针 只是小龙女心性纯良 很少使用御风针 所以在暗期上 比不过李莫愁 而武功上 李莫愁被情所伤 滥杀无辜 杀伤力十分强大 小龙女虽然得到师父的真传 但心如止水 杀伤力有限 故而也比不上李莫愁 就在当时的心理状态 小说中说 李莫愁虽然在江湖闯荡多年 但仍然手身如玉 突然被杨国抱住 男子热气从背脊传到心里 不由得全身酸软 手臂上灯食没了力气 这段描述充分说明 想要征服李莫愁 就必须给她爱 可给她爱的陆展元却无情地抛弃了她 如果当初陆展元将周星驰那段 我希望是一万年的经典台词 说给李莫愁听 李莫愁是万万不会杀何元君的 也就不会有杨过抱住他时的情难自惊 那么别人是否可以替代陆展元呢 比如杨过 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李莫愁虽然杀人如麻 却不是一个彻底冰冷的人 他只是外冷内热 需要的是一把点燃他的火 从他对小郭乡无微不至的照顾 就可以看出 不过这世间 总有一些身性凉薄的人 是怎么也无不热的 比如在你年少时 曾经爱恋过的 那个他